賴清德指揮他的發言人戴偉山 他在網路上造謠抹黑 製造口荒 散播謠言 散播謊言 完全沒有道德底線 戴偉山第一個自行辭去 賴清德從競選總部發言的職務 第二個賴清德也要自清 主動的免除他的職務 造謠中心 笑掉大牙 為了一個選舉泯滅人性 賴清德 戴偉山回台灣 假訊息 關三天 罰三萬 賴清德 戴偉山回台灣 假訊息 關三天 罰三萬 各位媒體朋友早安 那今天我們侯友宜競選辦公室 競選工作室還有我們的張思綱 我們立委候選人還有我們的李律師 今天我們到這個中正分局 中正義分局 就是要針對賴清德 還有他的發言人戴偉山 我們要提出告發 那告發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散佈假訊息 已經明顯違法了社會秩序維護法 所以我們針對兩人行為提出告發 那我們告發有兩個證據 第一個是什麼 就是賴清德指揮他的發言人戴偉山 他在網路上造謠抹黑 他在6月14號他臉書貼文提出 藥物檢測被檢測出64 就是被證實有被餵食 本巴比陀 但是事實是什麼 事實是陰性 但是他把陰性有數值 就把它直接歸類為有被餵毒 巴比陀 所以我們在這邊提出告訴告發 那就是因為他也被台灣事實查理中心打臉 台灣事實中心他是衛福部跟法務部 認證的檢驗單位 他也被臉書屏蔽 那針對以上我們第二個證據點是什麼 就是他們這些政治工房的行為 為了打擊他的對手侯友宜 已經影響全國民眾跟幼教機構的批評論 導致後面中華民國幼教協會已經發出聲明 聲明什麼 他們要求全國的幼教機構跟幼保人員停止餵藥 這個已經撕裂台灣親師關係的信任度 所以我們針對這兩點來提出告發 那後續請彩薇這邊來做後續的說明 好 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會來舉發其實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希望可以讓戴偉山為他製造假訊息道歉 而且不只道歉應該還要負責任 其實我們已經等了好幾天 我們希望戴偉山還有賴清德 應該是要自己出來澄清自己出來道歉 另外一位也一樣是製造假訊息的 這個醫生都已經澄清都已經道歉了 可是我們看到戴偉山是一個發言人 但是卻不曾為他自己製造假訊息道歉 這已經不是製造社會恐慌的事情而已 其實已經有很多的家長都告訴我 他們再也不敢把他們的小孩送到幼稚園了 因為他們已經不相信整個幼教體系 這個就是賴清德還有他發言人製造恐慌 散播謠言 散播謊言所製造出來的效果 所製造出來的恐慌 大家還記得嗎 蔡英文蔡政府還有賴清德 他們多次強調資安就是國安 他們多次強調當時在疫情非常嚴重的時候 因為假訊息所以造成大家對於整個疫情的恐慌 然後撕裂了指揮中心跟人民的信任 但是現在卻是賴清德你自己的團隊 跟你的發言人利用假訊息製造社會上面 誘教人員跟家長之間的恐慌 而且毫無信任感 戴偉山身為一個總統候選人發言人 完全沒有道德底線 這是攸關小朋友安全的事件 顯見他根本只是想要利用這件事情 只是想要政治操作來提高自己的聲量 國版面而已 這樣的發言人根本不應該存在 接下來我們再把時間交給我們的立委候選人 張斯剛 好 我們要求戴偉山 第一個自行辭去賴清德 從競選總部發言的職務 第二個賴清德也要自清 主動的免除他的職務 否則的話賴清德團隊就是一個造謠者團隊 在過去我們看到有一些市警小民 在網路上發一些訊息 就被警察機關調查單位查水表 按門鈴 但是今天這樣赤裸裸大辣辣的造謠者 來散佈假訊息造成人心的口慌 造成選舉的結果 這樣的行為 我們請警察單位盡速的偵辦 盡速的傳喚相關人等 到中正義分局製作筆錄 我們不希望這樣一個造謠者 變成未來競選的主軸 我們希望戴偉山道歉 主動辭職 也請賴清德也主動讓戴偉山 持續發言人的職務 表示自己願意負責 不要躲在大太陽底下 不要躲在保護傘後面 持續成為一個造謠中心 那我們可以請我們律師來針對 社違法違反哪一個部分 然後跟大家簡單做個說明 是 各位記者的媒體員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所依據的法條 是社會秩序維護法 63條第一項第五款 散佈謠言 足以影響公共秩序及安全的部分 那這個法條效果 說一句實話 因為是社會秩序法 所以它的 並沒有像刑罰這麼強烈 但是我們是希望 能夠透過社會秩序維護法 就謠言的部分 希望行政院能夠不避嫌 立刻做偵辦 不要等到選後以後才去做偵辦 那會讓國人笑掉大牙 而且這已經足以影響 幼教界 幼兒園 以及家長之間的信任關係 這就是影響公共安全 為了一個選舉 泯滅人性 毫無任何學習可以言 而去動搖我們國家的社會秩序 公共公共秩序 這是不能允許的 所以請警察機關 一定要務必立刻去移送 也請行政院不要再予以拖延 這才是我們真正的目的 以上 ·也請 victims 都想在封面 x2 3 5 4 4 by bwd6